上天給我先天性的心上鏡 那是先天的功課 對我來講後天的功課 就是均衍生平 最近不大敢來蹲南 知道每一天其實都在倒數 蹲南它是一個 我沒有辦法說再見的地方 它不見了 陪伴台北人31年的 成品蹲南店逐月到期 即將在今年5月底熄燈 蘋果新聞網独家訪問多位名人 及開店元老 共同緬懷成品的驕傲 成品蹲南店 1989年3月 已故成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 在台北仁愛園環旁 創立第一家書店 獨特選書 成功在文化界打響知名度 城市決策關鍵的前副總 廖美麗 告訴我們成品炒創的初衷 就是成品一剛開始的理念 其實就是 無限希望可以提供一個 很優質的這種生活 可以看一個很好的書 或者是可以欣賞 很好的藝術作品 你看到現在的蹲南總店 又是從老蹲南的這個原型裡面 再一次再去裂變 1995年老蹲南租約到期 1996年成品蹲南店正式開幕 延續老蹲南的企劃經驗 多了更多活動 1999年成品十中年記者會上 宣布成品蹲南店 成為全球首間24小時書店 31年來 成品不斷改變 大家對書店的印象 更成為滋養藝人與作家的 文化殿堂 大學就是有的時候會是一個人 可能會趕過一般的捷運 要來成品 然後到處亂看一些東西 凌晨兩三點三四點 覺得真的很累了 但是那時候又捨不得花計程車的錢 然後再走路回家 你知道我們前半生 其實很衰 就是通過窮鳥跟夢幻型的閱讀 然後你簡直就是有一種 我不知道該往哪裡逃 然後學校的學生都喜歡一樣的作者 你等於是投奔自由的 到了一個非常能夠呼吸的閱讀環境 所以我那時候幾乎就是在這裡啊 認識了所有的國際名家的書 文化上成品備受肯定 但成品並非慈善團體 經營上整整虧損15年 吳親友甚至將自家房產拿去抵押 才讓成品挺過難關 成品前員工告訴我們 當時不為人知的秘密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就是一群人 大概又是不太懂事了 就是老闆又怎樣怎樣啦 什麼什麼的 結果美帝就說 你們不要再吵了 你們知不知道吳先生 他的房子已經再次拿去抵押了 我記得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真的嚇一大跳 可是後來我覺得我非常感動 這一個事業 對他來說真的不只是事業 並不是說他為什麼會 虧損15年的事 他不夠精明 其實他是很精明的 他自己有一本大帳 在看這件事情 大帳是社會 整個大社會 他覺得成品就是一本小帳 他來創造成品這樣的一個書店 有他的想望跟他的意想在 親愛的朋友您好 歡迎光臨成品生活 成品直到2004年 才挺過南關開始獲利 2010年成立子公司 成品生活 以文創產業出發 開創不同的經營模式 但近年常被外界質疑 成品逐漸商業化 對此現任員工提出解釋 開店本來就是一件商業的事情 所以把店開好 就是你必須把生意做好 Messi也講 我們是從閱讀開始畫一個圓 在這個閱讀的周遭 開始延伸這些需求 所以我們發展成 就是現在的這個模型 其實是跟 是一直都在閱讀的這個核心裡面 然後去做其他廣泛性的延伸 對其實是不脫我們原先 這個初衷的 陳品敦南店一路走來 從最初的藝術書店 變成台北市的地標 歷經千辛萬苦 20年前老敦南搬家 曾找來歌手陳明璋 徹夜狂歡 如今 陳品敦南店即將永遠變成回憶 蘋果再次邀請陳明璋獻唱 陪伴敦南店走完最後一程 當年我跟張宇生還有在那個廣場唱歌 我說齁 然後我就想一想好像有 因為對我們來說都是前半生的記憶了 有點模糊 敦南那邊有24小時的書店 那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一個實驗 潮流在走 有很多是無可奈何的事 那我也懂 我也懂 但是總是覺得還是可惜 還是可惜 我原來破壞是說天堂是圖書館的樣子的時候 我帶陳品之後我才有感覺到 會不會讓我抬起手來去購到某一個名家的書 身體會先一步知道你對於可能你想要知道的知識的可求 那是故鄉的歸年 慢慢來唱 歌聲是溫票的眼睛 決定加入陳品 就是和吳先生一起工作 定下我這一生的方向的一個地點 其實就是在敦南店 有的時候 在陳品很辛苦的時候 我為了要得到鼓勵 我坐在敦南俄羅咖啡館 我面對著進出的閱讀朋友們 看到他們有著喜悅的笑容 我自己就增加了很多動力 我曾經把它稱為 那是我的幸福加油站 人生是方便中 這段段的情 比朗希說 陳品讓我受盡的煎熬 但是也讓我體驗到生命的點滴 讓我看見了自己 小春 一顆 décor就 vast 擂沙的消耗 我伸往眾對胎膠的日子 心齦 burden 倫希望倫歐地聽 漫漫我來唱 歌聲是倫飄跌的脈酒 漫漫我來唱 愛倫是故鄉的月牛 漫漫我來唱 歌聲是倫飄跌的脈酒 漫漫我來唱 愛倫是故鄉的月牛 愛倫服 愛倫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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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賣獄 愛倫監獄 來賣獄 30年的時間是給鉛筆燉電是一個帶來一個 跟其他修店沒辦法對比的一個價值 如果說大家都把這麼大的地標 這麼重要的一個地標 把它當成一個商業模式的成功 跟大環境的影響的結果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被錢控制住了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是覺得真的可惜 請不要走 真的到現在我都有一種無法接受的感覺 就是我沒有辦法想像我的生活百里之內 沒有一個這樣的書店 這樣子我會有點失去我對台北的想像 我沒有出過國 但是它是我瞭望世界的重要的窗口 因為這間書店你可以活在比你現實 生活裡面更大的 想像的世界裡面 我後來可能有個斜槓人生 我覺得都是我大學時代 其實成品貢獻很多 因為如果沒有它這樣幫我打開這個視野 我今天的視野就還是可能停留在 公民老師 社會科學 這個東西 特別是這個書店 24小時這一間 它真的幫了我很多人 都難成品是我們這麼多人 這麼幾代人共同的一個青春的記憶 然後我們在當中得到了很多的滋養 所以我希望它或許在這個點結束了 但是希望它將來能在很多不同的城市 仍然能夠孕育著不同的靈魂 要謝謝敦然成品這樣一個老朋友 這麼多年來一直默默地在某處 發光 發熱 發亮 然後溫暖著這麼多人 我覺得那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時光 然後謝謝成品的陪伴 感謝成品 這20年來始終扮演著 我人生中的閱讀歸屬之地 我個人覺得說有什麼東西衰弱的話 那個基本上是一個淘汰制 是把那個旁邊的那個 有點像煮湯一樣的把那個浮沫擀開 然後提煉出最精準的那些東西出來 它已經是一個很棒的空間 而且給我們很大的記憶 那現在它要洗燈 我們就期待說 接下來成品這個事業 它會帶給我們什麼 作為一個跟成品一起成長 被成品請問 尤其是頓南成品的愛書人 寫書人 其實非常期許 成品在經過這些年的不斷各種的探索 有明有滅 有亮有暗 還是可以期許他在未來 可以成為台灣的文化地圖上 最閃亮的一顆星星 成品頓南店 雖然是我們每個人各自擁有的玫瑰 但在這個時空裡面我們也共同去擁有它 頓南店的特色就是它其實就是最早成品的樣子 基本上這裡就是走那種比較 Klesko經典型的風格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一艘船 它是倒過來船 它這邊一個一個一個船廠 頓南成品這艘大船即將在台北地景中消失 蘋果信用網訪問多位現任職員 想了解這裡的小秘密 原來廣播音樂從這裡獨創 大家去百貨公司其實你聽不到音樂 你應該只會聽到它廣播 其實這個東西是 基本上是比較能夠說成品帶起來的風潮 或者是成品獨有的特色 我們在挑選這些音樂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規範 不只有獨特的背景音樂 成品店內所販賣的書 竟然每一本都可以拆封 書為什麼可以拆 書就是你要買你喜歡的書回家 你不拆你怎麼知道你寫不喜歡 當你打開了那一刻 你翻開了那一頁 你有緣分你就會遇到它 木質地板 嘎吱作響 這是敦南成品的一大特色 其實設計之初 與物成品雙半人吳親友也有用意 其實常常吳先生會提到的就是 其實書店是一個希望就是 讀者進來以後 可以讓他們身心安頓的地方 公司裡面最常用的材質 大概就是木頭 磚塊 然後大理石 因為其實原木或者是說食材 在大自然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跟人是最能契合的 面對即將熄燈的敦南成品 在這裡工作多年的支援們 也感到不捨 敦南成品它就是敦南成品 再怎樣 你也不可能現在叫敦南點 就算你在原地重開 也不會長得一樣 空間消失的時候 你就感覺好像一塊東西不見了 基本上它已經在我的生命裡面了 它慢慢的會變成你所有在想像書店的 好的想像 它有可能都會是從這個地方出發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都在這裡工作或生活 所以它其實就是我們的一部分 那對我們來講就是好好的把這一段 就是把它做最好的結束 讓它在最後的時候有最好的演出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最希望做到的事情 告別敦南成品 董事長吳敏傑宣布 未來新衣成品將接綁24小時書店 在敦南必須結束的時候 我們很希望能夠將現在重要的這些 音樂內容曲目包含電影等 就是我們來到新衣店讓它擴大經營 那這些也是以後 大家來到新衣店可以共享的一個風景 只要成品存在於這個時空 台灣永遠有著一家24小時的書店 陪伴台北人31年的敦南成品 即將在5月底席燈 並過信用網獨家訪問草創齐的元老級員工 揭露當年成品白收齐家的穆紅 當時我們要做這個店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想過是要做連鎖 她是成品的第一號員工 廖美麗 而已故成品創辦人吳新友 在1989年共同打造了第一間 以人文藝術出發的成品書店 吳新英找我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很簡單 他想要提供這種很好的一個藝術書店 這個藝術書店的策劃呢 不只是只有純美術的 純建築設計的 電影這些 它也加入人文類的東西 獨特的選術風味 及舒適的閱讀空間 正巧滿足建言後 台灣人對知識的渴望 成品很快地在文化圈 独領風騷 我覺得我們很幸運 因為我們在那個時代 剛好面臨了一個 台灣要向世界開放的一個浪頭 然後那個時候 很多東西都開始解開了 不管是政治的還是知識的 我們要走的路線 其實除了一些思潮性的東西很專業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各個學科的專業的書 我覺得那個意義其實很大 它走在最前面 然後它把大家的期待都聚集在那個地方 1995年老敦南族約到齊首次面臨搬遷 搬家時舉辦的正文活動意外成為日後24小時書店的契機 搬家的時候就做了這個看不見的書店的一個正文活動 先把我們要搬家的訊息釋放出去 我們想要得到的反應非常的好 兩千多封的一個來信 居然將近有快兩百封 提到台灣為什麼都沒有夜間的書店 他們希望在晚上十點之後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去看書 十周年輕的時候嘗試做二十小時的書店 1999年就一直延續到現在 頓南全品這一盞燈就這樣亮到今天 即將成為歷史走入回憶 一代的老員工們也忍不住感傷 我期待成品能夠重新再思考 閱讀二四小時新的意義是什麼 它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再重新呈現出來 我覺得也許它會是一個 可能會變成一個很有創意的一個議題吧 我們在頓南店工作的時候 辦公室都在地下室 很微妙我們想到王家會那部電影花樣年華 風光不再 那種感覺 那個美好的年代就好像消失了這樣子 如果整個成品是 這個社會時空文化的一個記憶拼圖 我覺得這一塊很重要 這個我們曾經非常鍾愛非常喜愛 然後到現在其實 其實也還是會掛念著的這個品牌喔 應該這麼說 關於初衷可以調整 可是不要失去 我還在做不同的名字 我還在做什麼 美女們的商品 但是就是 我還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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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想要再過來看看 就是也不一定要幹嘛 但是就是會想要來這邊 就是體驗整個環境這樣子 那在我們這個五字頭 它是一個很多轉換的時期 從讀書啊 從沒有網路啊 結婚 生小孩 對 很大的一個轉變 都會在這邊陪我們經歷過 就是它在我心中 還是一直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地位 想要告訴大家 一個餐廳可以企劃的事情 陳品舉辦連日活動迎接最後一天 31日凌晨4點 出版業大佬詹洪志開獎 人潮急爆 讓他驚呼台北不可思議 媒體人陳文茜 則與現場民眾合唱送別 氣憤 溫馨 又感傷 陳品董事長吳敏傑 也到場共渡敦最後時光 敦南店的事 卻某種程度上對我來說 就像是吳先生的離開一樣 你真的失去之後 你開始沉澱 然後你也知道它對你的影響 書店戶外舉辦整晚Live演唱 由知名歌手陳生壓軸演出 門口的敦南招牌在倒數後 進行關燈儀式 民眾擊爆現場 一同見證時代的眼淚 理開動